今天没有比赛 今天去朋友家拿冻子 他可能下午要去曼谷 然后呢 我又比较来 当天来回来去曼谷 我就吃不下 所以就回去了 然后看看朋友圈 我突然发现挺好玩的 就是这年头 闻个身烫个头 闻个身染个发 就是黑社会 这帮说出这句话的人来说 还真不知道 到底了不了解 什么叫黑社会 黑社会要是人人都是 闻身染发的话 那他妈 这个就真不是黑社会 那就是个小地皮流氓 你说我是地皮流氓 都是可以的 对吧 但黑社会这个词 要比你们想象的高级的多得多 然后呢 那就比如 男的 对吧 如果被女的上来问价格 倒没什么 不算是侮辱性的 只能说这男的长得帅 但是说那些 有纹身染头发 就像黑社会的人 问这些人 你妈要是染个头发 别人上来问价格 你啥心情 是不是这道理 所以 说话过过脑子 当年我在谈判桌上面 知乎哲理的时候 你们还在学走路呢 对不对 然后我记得有一位朋友 让我聊中心海 说说这个公寓怎么样 我一直不知道 什么样的公寓叫怎么样 就是不太会形容 你说 事业 房型格局 这个不都一样吗 就是 区别不干嘛 你买的房子价格贵 它的这个事业 就是好 你买的价格更贵 你的户型和面积 也会更好 那至于说你要说物业服务的话 这就要看了 对吧 对于我们 自说自话 随性的中国人来说的话 泰国的物业并不友好 比如说开车 对吧 我有好几次都是从进口 直接开进去的 因为凌晨两三点了 然后 两次被监控拍到 就把我车锁了 跑来警告我了 不得从进口进入 不是得从出口出 怎么的的 说一对 你说 如果是一个随性的人 或者是一个不讲理的人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经常不讲理 对吧 卧槽 你凌晨了 三点钟了 鬼都没一个 我他妈的开进去怎么了 还要绕一大圈 乌漆骂黑的 谁看得见 什么破物业 是不是 然后 包括 像你 临时停车 什么情况 就临时停车 你要是忘了把车挪到车位 就停车库来 两次 也是两次 就把你车锁了 然后 你要解锁可以的 500台铸 就这是泰国的物业 然后进出门要登记 这个算好还是不好 理论上算好 对吧 但是呢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有很多 比较难弄的人 我们一般身边 都会有一些难弄的人 这个难弄的人 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 我相信我一说你们就明白 难弄的人呢 比如说有访客来了 对吧 你平时和保安关系不好 他就必须让你楼下来接 那你烦不烦 你要跑上跑下 你看这条路 就有多远 要跑到那么远 目测20米吧 所以你在一个小区里面住的 说不说是如果是单说物业的服务来说的话 还是看你平时怎么富人 有时候我电费忘交了 放心箱了 进出门 大厅 你写个前台 因为以前经常给他们买新兵乐 但后来发现新兵乐成本太高 直接买亚马逊咖啡 他们也不介意 然后就会提醒你 啊你物业费 不是那个水电费交了没有啊 明天最后一天了 不交的话要去供电局叫啊 这么的 就是会会会会 非常的贴心的 就知道你 健忘啊 但是呢 这些好心的善意呢 因为语言的这个问题 有些人听不懂 那怎么办呢 用翻译软件 而翻译软件说出来的就是 很生硬的 甚至翻译的会有一些曲解 测诈中逆向形式 就是 比如说就是 你电费怎么还没讲 明天最后一天了 不交发现 你一看到这个词 你可能就会不开心 就吵起来了 所以还是关键在于 良好的沟通 然后再说说 关于中心海的这个 顶楼 有无边泳池 对吧 A栋B栋都有 不像那个 The Base The Base的话 A栋有 B栋没有 这就是 B栋的房租房价 没有A栋高的原因 那么我们会收回中心海 无边泳池 这个泳池嘛 也不大 很小 你说它好看吗 挺好看的 你说它有多实用吗 这次我来了快 到下个月就是一年了 我就上去过一次 烟花节的时候 两次 还有一次是上去游了一下 就不再用了 健身房的设备 相对比较简陋吧 就反正基础的游就行了 不是那种特别有追求的 我觉得这个精神房够用 但是对那些难弄的 难伺候的 各种挑剔的搞定 然后我记得 还有一个住在巴提亚的一位大姐 就是马路上碰到的 然后她把我认出来了 然后我们聊过 就我带她看过中心海的房子 她就会觉得 我那套房子 我住的这个不错 然后想搬过来 找一个其他的楼层 但是要海景走出快 后来我带她去找 反正市场价七八千的房子 我拿到是六千五 然后她能 你这么挺那么优秀的 不让过 然后她就说 有没有 大概的意思 就楼层包一点 有没有 就是她怕吵 因为晚上 她不能开空调 必须得开窗 一开窗 这个好像临近马路了 就会比较吵 你们刚才也看到了 中心海公寓离大门口有20米 但是 她有一个常识 这个常识也是 我住完楼层之后知道的 她有个常识是不知道的 就是楼层越高越吵 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理解 就是说 你比如说住在五六层 听街上的这个声音 和住十五层 听街上的声音 肯定不一样 十五层要好一些 对不对 但你但凡住到 二十五层以上 三十层 你的这个声音就又会变得很大 特别我一直说 吐槽的中心海公寓和贝斯公寓 就是如果说没有疫情的情况下 市区的房子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酒吧开的晚 音乐声特别大 包括中心海 以前对面有一个烧烤吧 晚上开的很晚的 他就放音乐 你住在三四层的人 听这个声音就像你在耳边放一样 所以并不是楼层越高 噪音就越低 如果这个噪音都接受不了 就水系 水系就问题不会太大 但是要满足你开窗没声音 不太可能 因为 只要一旦飞疫情了 这里 我们上海叫不夜城 这巴蒂亚是更称之为 不夜的不夜 凌晨12点 这个巴蒂亚才苏醒 对不对 沉睡的时间是在凌晨5点 你说你搞得过他们的 搞不过点 我到星巴克了 去买咖啡去 哎呦 有人不知道怎么在ATM机上面取钱 演示一表 把卡栽进去 国内的银行卡也可以的 我这个是泰国的卡 到这个界面 输入密码 我这跳出这个东西 点这里 有1万 好嘞 没了 这个是公 恭喜 恭喜 这个银行啊 然后里面有些它是有中文 有些有设备 有些有设备 有时候有用的啊 为什么有用呢 因为有设备 然后它有时候是买DQ可以捡很多钱 大概是这个意思 但对于我这种来说 太语看不懂 没用 出发 我刚才试了一下 用前置摄像头啊 不行 这是沿路的风景拍不出来 我们拍风景的 跟着我欣赏 大体啊 我也没办法看这个角度 到底好不好 算好不好 算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那这样吧 老規矩 點吃煙 壓壓筋 如果拍車群在那裡的話呢 可能整個視頻又會變得很長 我盡量拍快點 向右轉 然後向左轉 向左轉 行駛600米後 向左轉 今天這海水有點熱 能看見嗎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角度是怎麼樣的 還是我倒是墨鏡的水 我倒是墨鏡 不好意思 今天星期五 對吧 人家上來說 向左轉 到明天還有後時間這三天 這條路就會很堵 因為曼谷人民都跑來旅遊了 曼谷人很喜歡來巴蒂亞或者是去華新 然後還有人問我為什麼不選擇華新 覺得華新好 對吧 廣告 寫著 華新是皇家的後花園嘛 對不對 我們不看廣告看聊天 對嗎 就已經是能穿他走來 如果看廣告都好的話 不能證明些什麼的話 哪還有坑啊 沒坑啊 當然 的確有 華新應該有一批南京人 江蘇的在這裡的 還有一批北方人 買了別墅在華新生活 他們覺得華新很不錯 然後我去的話 反正我上次去 我發現華新的海很髒 但是有人告訴我 我們去的地方 但我想我已經去的是市中心了 有很多什麼海邊的餐廳啊 就各種好啊 反正我是沒看出來啊 這個村 比較村的這個程度呢 是遠超於八千 但像這種 剛才我們過來 我變得更鬧對吧 他們一般轉彎 一般像我要轉到壁面去 都很難難 這個轉彎讓之行 在這裡是很嚴重的 除非碰到好心人 除非你是好車 男人就好 不然很少有車 特別是那些摩托車 盡量注意摩托車 他們只要有縫就鑽了 根本不把自己的命當命 就不怎麼值錢 嗯 這就是雙腳車 其實八千每條路上面 都有這種雙腳車的 只不過很多線路 或是常駐的人不知道 或者是即便是常駐的人 他也不一定知道 這樣前面這條紅綠燈是三路 據說有雙腳車 我從來沒見到 然後呢雙腳車其實也是可以包車的 包車價格可能會便宜 比如說以前我們帶一個團隊啊 不要帶一個團隊 就是大家一塊組隊 大概十個人 八個人就找一個雙腳車 兩百太豬 去拿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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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一個車 這樣現在比較比它速租車高 因為非疫情狀態下 泰國的出租車 這個是非曼谷地區以外的 好像都不代表的吧 走一口價 七步就是兩百 你牛逼一點呢 能還到一百五 再牛逼一點呢 能還到一百 這個能還到一百的話 我估計是 那哥們是窮的要死的 沒飯吃的 準備換一餐飯吃 不然的話 以泰國人相對來說 這些出租車司機 很多的性格 不去了 一百塊錢走兩公里 不可能 來 這個叫維持物價 就我也不太懂 大家可以看 這是 中路的 XC 從這條巷進去 比較大 傳奇震點 來兄弟給我回來 我下次是不是要在這裡裝個架子 對著我拍 就沒辦法看風景了 就跑了 這個視頻最終會變成大概四十分鐘 我到時候剪成兩期或者三期來放 然後呢 內容又比較雜 這個 有人愛聽純邀科 純邀科 有人愛聽經驗分享 有人愛聽 帶顏色的 又有人愛聽那種 和他們接下來想做的一些息息相關的事 比如說 關於養老 因為你看 就說 如果你要留量 我說了 你只是要談養老 一些博主關於談了養老之後的這個視頻呢 就會 流量非常非常高 但是我 我可以說我自己在這裡算是養老 我35歲就退休了 對吧 16年 6年以前吧 就退休什麼都不幹了 然後到處玩 到處轉 跑遍很多地方 你看 我可以把它稱之為退休或者是養老的生活 但是 我們這種養老 和正常的那種養老啊 它還是有一定的這個區別 因為 至少我關心的是我和到了年紀之後 來養老所關心的是我 出發點是真不太一樣 因為我不能幹 我啥都不會 當國內有很多男同胞們 真的是啥都會幹 就像我 現在要去的一個朋友家 我說過 他連四飯糕啊 油燉子啊 這些東西都會做 你說牛皮吧 就燒出來的菜都很好 所以他更關心的 不是什麼哪個酒吧的姑娘好看 他關心的是哪兒的菜新鮮 哪兒的菜便宜 哪兒有好吃的 只是我只的便宜是相對便宜啊 這哥們兒絕對是不差錢 哪兒啊 行事二百米厚 向右轉 總資產 固定資產加非固定資產 過一個億肯定是沒問題的 但是別人生活 就過得很滋潤 就 向右轉 向右轉 就開閃就閃 開花就閃 從不浪費 這個不是有極力進展 而是覺得沒必要 大家如果用那個 這個叫什麼 谷歌導航的話注意啊 經常會亂說話 什麼一會兒右轉了 一會兒左轉了 一會兒前方稍向右轉 稍向左轉 聽說聽不懂 其實就是靠右行是靠左行是的 分車道 又或者是他會很早就提醒你 要右轉右轉 但事實上還離這遠大概有一百米 然後他的那個定位的這個精確度 是比我們的高德 耐度 要差太多耐度 耐度 我看得有點慢 我看得太遠 我看得太遠 太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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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遠遠大根要幹嘛 這條速溫衣的主管道能一路開到漫步 而且去漫步也不一定要走到走 上面是搞錯下面是地面 有一次我打車 彈了個價格壓得很低 是輛輸出車 因為想省一些過渡費 他就走得很嚇人 他竟然不走高速 照樣平快 導航中說壞了 你看這一個C好多啊 你看這裡的家具全都看不到 這段路在上次的視頻裡面是有過的 我也不知道看我視頻的朋友們有沒有疑伸 我一直想知道焦慮症怎麼知道 我發現我開車開著開著就頭暈 但是你讓我躺下來立馬就暈 雖然它和頸椎共絕 就是頸椎有一點關係 但是和共絕有一點關係 因為我查過了 特別上次上一期視頻 我去朋友家了對吧 然後回來路上 他和我一塊走的 他帶我走高速 結果高速上我挑了他的車 我發現他沒有超過我 因為走去跳高速我不認識 哎呀我就開始焦慮 然後手心出汗 整個出汗 渾身緊張 心跳和正常 各種投影 就想靠邊停車 難受的要死 下了高速之後硬撐 就隨時感覺要轟過去那樣 然後我就知道焦慮症發作 但如果不走高速 走這種步呢 相對還好一些 比如說有人和我坐在車上面聊天 聊著聊著我突然不說話了 就證明我又開始投影了 然後該怎麼解決啊 我那個什麼血管科啊 腦科啊 做的所有的檢查 包括我在泰國 也做了一些檢查 但是沒做權 因為有幾個什麼MIC啊什麼 MI啊之類的 聽說聽不懂的東西 那死貴 又沒有保險 我就擔心做了 我估計做了他們也會說不出個鎖離 鎖離開來 國內呢我還看過那個 看過神經外殼 神經地殼 包括心理 心理 就是刹車停水 都要去看過 想操車我就不要你嚇 你咬我 超多嬤 但是我擔心 天氣 觀光 從來 學習中 в했다 这些标识都在有障碍,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到 它又来了,它又成熟熟 它慢慢是慢了一点 速飞机上面人均开100万 这种当年内环高价能开到280万的人 现在因为开车投影导致还真的死坏死 我要眼神好一点的话,应该可以去做一个赛车手 哎,我又开始吹牛了 现在我的视频大概那天,20.30.40 拍完眼镜就是视频,我反而也照样开车 有人说,我开车边喝咖啡了,边搅边忙边抽烟,还要拍视频 还要怎么定,讲话,让车什么的 这属于常规操作,它没什么难度的 而且我觉得每个人的个体差异有点不一样 有一次我在一家店里面,在一家酒吧里面 我借别人女孩子的指甲捷,结指甲 结果,我接指甲从来不是看着手指甲 都是靠狗,我觉得靠狗也就可以了 这完全自己能判断的 然后他们就很惊讶,说你剪指甲不用看啊 你不怕剪到肉的,我说我剪到肉我会痛啊 我怎么会剪到 就是边和他们聊天,看着他们的脸 边在那边剪指甲 他们觉得这个动作很神奇 我不知道有没有和我一样的 剪指甲不看的,我本人从来不看的 看这边还有路边卖饮料 卖花的,这些花一般可以挂在后视镜上面 我又想抽烟了 抽烟的话噪音就会很大 我说话就必须得大声 我想知道这个导航还在不在工作 我找什么情况,别吓我了 有没有一个大招呼 有两个大招呼 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脑子有点短目了 找点话去聊聊 聊聊大国的水果 楼莲 楼莲 楼眼 我记得早年有人做 包括现在也有 有国人来做水果批发水果 有一个做龙眼的 他为什么选择龙眼呢 他来之前 他是一个程序员 以前没怎么做过水果 来泰国之后就想撒卖点水果 他的顺序跟别人不一样 他的顺序是 他就问哪种水果保持的时间会比较久 做楼莲这件事情呢 他有点像做期货 价格上下公共很大 今天卖的还很贵 但你的货在路上 可能7天10天才能到 然后呢 这个路上 只不定价格又低了 所以 利润非常可观 但是经不起价格的一个波动 然后 而且楼莲的冷链 还是有一定的讲究的 就是 如果你走路云的话 他那个车里面 是定期要 要开那个 这个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你可以把它为叫做冷气 对吧 因为摘下来的楼莲呢 他说是7分手8分手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 你放手了 热了 像不少鸡一样 等到了中国了 它就熟了 基本上都是这么草的 那么 那么 越深 越深的果子 它越重 比如说你7分手 和6分手 它是重量的 那你收获下 肯定是按重量的 那有些果冻的时候 比较坏 对吧 弄一些6分手的 然后再进一些 叫什么 往什么水啊 就催熟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那里面门到什么锅 我突然觉得我 开的不对了 然后 他做了几次生意 亏了好几钱 以前让别人贷款 后来他自己全自跑过来 然后有一批货 在有一年 下雪 然后在那个铁铁铁上 放了一晚上 所有的楼梁都凑快 2月份没 然后有人就质疑了 因为榴梁应该是3-4月份上市 但是事实上 泰国每一季都有榴梁的 不懂的人就会喷 说你干嘛懂不懂 榴莲就一记 怎么样怎么样说一对 我对有些喷子也无语 然后呢我们说一个程序员 他觉得榴莲风险太大 他就过龙眼 因为龙眼存放周期比较长 相对长 然后便宜批货 大概赚了几万块钱 还不错 然后呢最好做的是什么呢 是椰子 因为椰子存放的周期更长 价格比较稳定 但是利润比较好 这个就是在泰国做水火水 那哥们儿 现在在做榴莲的哥们儿 是给大使馆碰到的 他还在做呢 我问他声音好不好 他说有亏 没赚到钱 我也听不懂 我看到每天都是忙的样子 经常要发货回去 而且他们发货走空运 走空运快 他就天准到 然后利润大概是在6-70% 就算挺高了吧 然后最主要的是 我得说说 他是怎么做起来 他一开始是跑到嘉兴 嘉兴那边他说有一个档口 去批发水果 回安徽卖 然后经常干这件事情 干了大半年一年 就积累到了客户 于是呢 他就自己准备搞批发 然后来买给那些零售的 就跳过那个档口 所以直接选择了来泰国 就你看 别人做事情 他就比较循序限定 对吧 不是像那个卖龙眼的 哇擦龙眼都已经在路上 他赶紧回国 开始各个水果批发市场 好好和别人猜 就都不知道下家在哪 他上家的货已经静好的 能被他赚到钱卖掉 这也算运气好 对不对 所以我们做生意 还是得有思路 你看巴蒂亚什么开餐馆 有些人觉得自己做菜做饭很牛逼 要开餐馆 这 倒闭的是有八九 能成的就一两价 甚至更少 泰国生意不好做 以前不好穿 中餐泰国人不吃 老外不吃 我指的是相对 有些人还是爱吃 你说中国人来旅游 我他妈的都到国外来旅游了 我吃中餐 我脑子有病 我肯定也得吃一吃 当地的特色 对不对 大家都这个想法 所以你说你这个生意会好吗 不会好的 那不是不会好的 很难好 你看巴蒂亚现在开的那个 两个火锅 一个重庆的 重庆火锅 火锅鱼啊 就是重庆火锅 还有一个就是磁吸口 磁吸口这个做的就 不错 感觉不错 就中规中矩 包括海底刀也是 有个味道不在 服务道还挺好 我朋友告诉我 这里可以左转向高速 我说这都已经快到你家了 我向什么高速 我有规律 我不能说脏话 平时说习惯 这个就是 人的素质不够高 我素质比较差 有时候不是有什么 说三句话里面 不带一句脏话 我觉得这句话 就没办法撑起 这个路啊 修到什么时候 我还能看到 修的一条 类似于像高架一样的东西 让你们体验 就是体验从市中心 到淮亚 或者是那中心 整段路的这个路程 作为上海人 北京人 杭州人来说 我觉得它是能接受的 对于我们国内 三四线城市的人来说 应该好像不太能介绍 因为上海我们以前上个班 开个二十七公里 算进来了 对吧 我当时住在 土中 工作在 赵峰世贸大厦 每天 行驶三百米后 向左转 行驶三百米后 能开两个小时 这个导航还活着 三百米左转快到了 来 你这样聊到天 好像速度还挺快的 向左转 我现在迷茫了 他现在让我向左转 反正跟你不是这样 一般就是 就是八百六十岁 所以听 听这个导航 有时候 可以 可以 真的是脱嘴 这段视频已经到底了 要是一会看到没露出 咱会哭的 脚劲了 还是想话题 其实这条路 这两边两条路 这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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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驶三百米后 向左转 像这种三个车 就有这种满车的速度 开着 在中国 喇叭又被按撞 向左转 然后向左转 然后在泰国就不动 泰国人 基本的几乎不按喇叭 除非你在黄远天睡着的 他们不接 他们性子离我们好 向左转睡觉 向左转 然后 向左转 然后 向左转 向左转 然后 向左转 向左转 看电视 看电视 对